现在各大银行连抓家谱 现在整个经济上海广东横扫一片 上星期听说抓了一批啊 就入金锁了 还有这个马云的人 还有这个马明哲的人 还有这个老招商银行的一批人 抓了一大批 全部给关掉湖南去了 在湖南的这个双规地点 一部分压到了北京 据办案人说 洗死黄同志亲自批示 亲自指挥 说一定要挖出金融的砂数 因为什么 习死黄根本不懂金融 他以为所有的金融就是银行 这个就搞股票 所以说他的批示当中就很多荒谬的地方 要查这个要查那个 他把美国当成他的领土了 说要到美国把这弄回来 把那弄回来 他完全没有概念 中美之间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头两天实际上都知道 拜登总统一定会去乌克兰的 搞一下子让大家注意到 他去访问乌克兰了 然后呢国内的这个气球事件就没了 所以习的批示 气球事件不重要 现在重点要把国有这些金融 所谓的这些老鼠们的钱给弄回来 然后到美国到欧洲把钱弄回来 所以你看到他没有 他把中美之间最大的事 气球事件没大回事 而他把弄钱当成最大的事 所以这些人说办案的事傻了 抓那么多人洗大脑袋 不要关注这个气球的事 关注要抓这个国内的这些生鞋家 关注抓这些金融的贩子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